今天带您重点关注的第一则新闻 外送平台FoodPad宣布 他们在台湾经营的虚拟超市 熊猫超市将在5月底前终止服务 熊猫超市是台湾首家以外送为主要通路的云端超市 成立于2019年10月 然而 随着生鲜杂货外送市场的成熟 熊猫超市已完成了他们的任务 未来 FoodPanda将专注于发展美食外送 深化与各个生鲜杂货通路外送合作 强化及时快递服务以及扩大广告商务范畴等核心业务 第二则新闻 近年来 黄豆相关产品在台湾市场受到关注 但最近市场讯息显示 美国植物肉市场销售额下滑 台湾鲜榨豆浆品牌二级宣豆乳店面歇业 显示黄豆相关产品在中下游市场开拓困难 然而 日本百年品牌龟甲腕成功地在合并与收购方面做得很好 龟甲腕在几个新市场的商业模式中 都运用了合并与收购的策略 龟甲腕在百年前进行了第一个整并案例 将当时200多个酱油品牌整合成现在的龟甲腕品牌 此外 龟甲腕也成功收购了美国大盘商JFC 扩大了国际通路 并在豆浆市场上收购了寄文食品 成为日本豆浆市场的龙头品牌 龟甲腕的成功证明了合并与收购 对于开拓新市场的重要性 黄豆相关产品在健康意识抬头下 仍有成长潜力 第三则新闻 台积电在LinkedIn招募具备国际关系或政治经济博士学位的人才 引起热议 政治大学教授李世辉表示 台积电过去将材料 设备集中在台湾 用台湾人力生产 再销售到世界各地 然而 现在台积电感受到地缘政治的影响 必须预估国际政治情势 因此需要专家 李世辉指出 企业应提高对国际局势变化的敏感度 结合产业知识与政治问题提供决策建议 此外 企业应鼓励员工接触国际新闻 培养跨文化能力 李世辉认为 台湾企业要吸引海外人才 需要提供吸引人才的资产环境 并促进经理人的多国际化 他提到 日本在跨国争才上游之后 培训和降低外国人才取得永久居留权的门槛 李世辉认为 人才的交流能提升国际移动能力 多元文化的认知和跨领域的沟通能力 也可能带来人脉链接的机会 下一则新闻 出版近30年 哈马先生去看心理师近期重新灿红 这本书指出了现代社会中心理资商的普及现象 以拟人化的方式 透过哈马先生和心理师仓录当主角 结合心理分析的技巧来阐释重要概念 书中提到不少心理学概念 像是帕人格结构理论和心理地位 帕人格结构理论描述了人们在社会中展现的不同自我状态 而心理地位则描述了人与他人互动时 内心对自我和对方的地位高低 哈马先生去看心理师也提到了一种常见的心理游戏 这个游戏叫做可怜的我 人们常常在这种游戏中陷入自卑 讨好的状态 透过资商 人们可以改变自己的互动模式 更平等 真诚地面对自己和他人 感谢您的收听 经理人也推出了全台第一个对话是AI职场教练 AI Code上线不到两个月 以协助全台上千位经理人解决管理痛点 职场大小疑问 期待您至经理人网站免费加入会员 无限提问 也诚挚推荐您订阅经理人电子报 我们会将每日播报的文章寄送到您的信箱 再次感谢您 祝您有个美好的一天 感谢您的感谢您